法国国内其实现在内政的部分出了非常大的问题 大家从新闻画面上其实可能最近也都蛮常看到的是他们的年金改革 他们这一次主要是改什么呢 他们是把每年将退休年龄推迟三个月 最终目标要从62岁他们退休年龄从62岁退到延后到64岁 而且从2027年开始呢最少必须要工作满43年成能力全额退休金 大家可能会觉得只是延后两年才退休 但却让整个全法国可以说是群情激愤 甚至连他们的清洁员也都罢工了 也让巴黎一度变成一个垃圾城 我想要先请教院长是 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你从62岁你了不起就晚两年再退休 为什么对法国民众法国人民来说剥夺感这么强烈 好这个我想法国人这个抗议 当然第一个法国有这种社会抗议的社会运动的传统 这个我在巴黎念书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跟着 我都跟着同学和学长就去 反正这个变成一个社交场所 对你就跟着去抗议啊 跟着去参加辩论啊 那其实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和学习 但是这个对法国来讲 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信赖保护 就是说因为我进入职场的时候 你告诉我是这样对现在我就要退休了 我要我要 我贡献了几十年我的生命我的青春 然后我要退休 然后你开始说不是这样 你要继续工作 我想法国人真 法国人后来变成一个全民运动 他的概念是这样 然后就是说你这个太太离谱了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你说没有钱 可是你的生活好像蛮奢侈的 这个上次就有一个马上就很多报道出来了 说他太太在这个爱丽赛给我买花 这个花一个礼拜就要花多少钱 他说你卡我们的薪水 然后你过得这么好 你吃得这么好 这个合理吗 那然后第三个我想 还是有跟马克宏的形象有关 因为马克宏他不是左派 他讲他是中间 可是现在在法国的政治光谱上 大家认为他还是右派 而且认为他是一个类似华尔街金童的一个形象 就是他是这个非常聪明 非常成功 少年就得志 然后就赚了很多钱 高收入 总是游走于上层社会 不了解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疾苦 他大概是这样的氛围 然后再 然后这个抗议 那这个我想大家看到疫情之前 其实已经有黄背心的抗议了 那这个抗议也不是第一次 但是看起来目前马克宏应该会 呃兼职推行 好目前看起来他是9月1号就会推行 然后用每年三个月三个月 一直最后累积到64岁 好到2023年 那但是我跟很多法国朋友 我其实呃跟法 现在因为这个social media很方便 这个有事情就问问他们 大家聊一聊 其实呃我得到至少就我认识的法国人来讲 是一半一半 嗯 一半一半 那么呃攻击他的人 大概都不会攻击这个退休金改革本身 而是攻击他的信用 以及这种贫富不均的不公平 比较是这一方面 那但是我觉得他的改革 他应该会继续做下去 所以本质上 其实法国人民自己本身也都知道 年金改革必须要做 而且呢是不得不做的一个态势 而且其实马克宏也提到说 其实如果不改的话 可能在10年之内 他们的年金就会入不敷出 甚至呢 其实如果我们来看到他们的制度的话 的确有他调整的必要 像是这个巴黎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 他就说了 虽然说他们的年金改革的制度哦 其实没有立刻咀嚼的爆炸性赤字 但是长期来看还是有问题的 而且如果我们把法国人的退休年龄跟其他国家 他的邻国来做相比的话 的确法国人退的比较早一点 退休的比较早一点 但其实我想要请教院长是说 当然目前看起来 法国年金改革一定有他调整的空间 但在法国总统马克宏他的做法上 是不是也有适当的部分 还有他没有办法用 比如说富人税 或者是契业税的方式来 挤注所谓的他们的年金制度吗 是这个也是他被批评的地方 就他整个改革的过程中 其实蛮强势的 他蛮强势的 那这也是包括法国的政治观察家媒体 甚至如果我们看梅克尔的 这个回忆录里头也提到 觉得马克宏有一点点年轻气盛 然后就觉得该做的我就是干到底 为什么这是对的 我认为是对的就干到底 他的沟通 我就引述梅克尔 当然梅克尔那个自传里头 是作者从他的周边人访谈得到的讯息 就是梅克尔在他跟马克宏的相处里头 他认为马克宏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 但不见他是善于演讲 但不见得善于沟通 那所以这点很有趣 就是说他可能是一个雄辩者 他是一个演讲家 他也蛮会表演的 但是好像看起来 他不是一个那么能够愿意花时间沟通 这样的一个人 比较是要人家听他讲 看起来好像没有要听人家讲 这个是我在法国这个政治观察家的讯息里头 以及在配合梅克尔的自传 这个传记里头所得到的一个样式 那可能这个也是马克宏的这次会引起这么大反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但我们来看到这个他们的年金制度 其实在过去法国的历史来说有非常多次调整 而且因此失败的一个地方 像是1995年 当然习哈克他希望可以提高公务人员的退售年龄 当时是失败的 还有2010年呢 萨克奇他其实也把退售年龄从60延到62岁 这个是通过的成功的 但是在2019年刚刚院长提到 2019年马克宏也想要改年金制度 那是他第一任的时候 其实是失败的态势 但主要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暂时喊咖了这样子的改革这样的决定 你知道今年他第二任的任期 他才成功的他动用了特殊权来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也算是非常强硬 但其实我想要请教院长说 马克宏他明明看到这么多的 他的之前的总统或是领导者 其实都有失败的经验 他强推而且这是他第二任期 他其实已经没有连任压力了 他强推他是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是想要留下所谓的历史定位吗 我想留历史定位是不是 我目前没有办法断定 不过我从他几个议题上 倒是觉得他触碰了几个 其实还攸关法国长远发展的几个议题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年金改革 就退休改革 那第二个其实是这个核能问题 他在他结合欧盟其他支持核能的国家 他在去年把核能在欧洲的这个法律头 列入绿能之一 这个是法国非常成功的一个 一个运作 就是说绿能和天然气并列为一个 作为绿色能源的中继能源 就Transitional Energy 那法国是能源大国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他在各地现在在推行新能源 新的核能 那第三个是其实比较我们台湾一般不太知道的是 阿尔及利亚的议题 也就是法国其实自从在结束1962年 这个放弃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 对于他在殖民时代 尤其是殖民后期镇压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所犯的一些 其实是甚至是战争的这些不当的处理 其实是一直是禁忌 没有人敢碰这个议题 那这个禁忌也影响法国跟回教国家的关系 尤其是北非国家的关系 马克宏是第一个就这个议题 飞到阿尔及利亚就这个议题表示道歉的 第一个法国总统 这个在法国内部其实非常不容易 因为法国内部还有当初反对独立的 很多阿尔及利亚的后裔 也就是他们是白人 他们是欧洲人 但他们后来仓皇的从阿尔及利亚逃出来 然后在法国落脚 到目前为止 他们当时大概就一两百万人 现在大概都有 他们的子孙加起来有上千万 那这个在法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票仓 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碰这个议题 去得罪这些人 但是马克宏他愿意去碰 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他也是为了法国跟北非国家彻底的一个和解 打下一个基础 解开一个难题 所以我认为 那包括他去中国大陆 讲到就是不愿意在台海情势不断升高的时候 尾随美国变成附庸 我想他这几个定调 都有点是为了法国甚至欧洲的长远利益着想 而碰别人不敢碰 说别人不敢说 那就这一点来讲 我认为他其实还是一个蛮愿意负责的一个总统 但如果他碰别人不敢碰 然后说别人不敢说的话 会不会其实也某种程度上 终结了他自己未来的政治生命 我可以这样请教吗 我认为可能相反 就是说因为他还非常年轻 所以他未来绝对是一个 人活跃于欧洲政治舞台 甚至世界政治舞台的一个退休的总统 但是他因为这么年轻 所以他一定会寻求新的舞台 那如果我们看退休的这些政治领袖 大概有两个 第一种就是只追求金钱的利益 就去当了某个 比方说像德国的总理Schoyder 他后来就当俄国天然气德国总顾问 然后前任的欧盟执委会的主席Barosso 他也是前任的葡萄牙总理 他就去做了Golmensack的总顾问 然后专门在lobby这个欧洲议会 欧洲这些地方 但是另外一个政治人物 他其实比较寻求价值 当然他也不见得不会寻求利益 但这个利益之上 他们还蛮重视自己的历史定位和价值 那我认为马克宏看起来比较像后裔者 就是他会去寻求一个价值和有用的定位 这个里头或许也有一些利益 不过他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价值的这个取向 我认为他有点在为这个铺陈 那这样看来也未尝不是一个聪明的一个策略